我们本次选拔赛为了确保公平公开公正裁判员 均由运动员临场抽签确定 有请本场的裁判员报效地国家级 第一阶级赛开始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杭州 2022年第十九届亚运会国家无数散打项目 第一次选拔赛的决赛 好 各位 红方上来比较猛啊 刚说没见测帅 上来就一测帅 对 因为这个福建这个红方运动员 这个启动速度本身就是非常是一个特长 就是他这种直线性的腿发 他启动速度快是吧 对 对 对 击打效果特别好 开开 护甲确定 财教练 这个曹亚光是不是打过自由搏击比赛 我感觉好像 他参加过 但是没有参加很多 他一直在打这个全英会 他是这种在团体里 因为全英会里面设置是 咱们全英会设置是 五个级别是团体 所以他在北京 打了两届全英会了 都是在65这算了 我们这一次的 预选赛的选拔赛 这一届亚运会男子比赛的 也是有几个级别 压运会咱们现在是 一共有四个级别 男子的 五十六 五十六 六十 六十五 七十 对 就是那这样的话 加上女子的两个级别 五十二 五十六 一共是六个级别 就是每个国家 只能报六 只能报六个 不能报满 应该是七个级别 他只能报六个级别 红方的动作特别清晰 对 他的启动速度也比较快 对呀 也是个年轻的运动员 这是全英会才出来一个 非常年轻的运动员 红方 林宏伟 他拿到过第十四届 全英会男子传奇的第三名 这两个人打得激烈又冷静 当最后这个倒计时 觉得反正时间也快到了 没有想着去抓最后的 因为南方现在觉得 分数也拿不回来了 可能他就放弃这一局 打第二局比赛 刚才这一局比赛 在南方我觉得还是没放开 我觉得还是有点紧在上面 这个红方运动员 我觉得今天放的比较 发挥的比较正常 对 我们采取的是三局两胜制 每局比赛两分钟 局间休息一分钟 红方上来果然还是延续了 哎呦我觉得比第一局的时候 那个势头更猛 对对对 这次这一局 因为南方也加快了节奏进攻 因为他要再输了 就这一局这比赛就 就结束了 就输了 对 所以他也会加快节奏进攻来算 看起来 开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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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好啊 打满一个 坐 红方是一位小将啊 20岁 来自福建的林红伟 对对对 也是一个新秀吧 从这次全球会当中 脱鹰儿出吧 那上面 对 因为他在 在比赛当中 他这个侧足腿和启动速度 就是一个比较非常好的一个特长的 而且红方整体状态就特别放松 有松有紧 男方今天打得稍微有点紧 放不开在上面 也可能是被红方的这种进攻的速度 觉得还不太适应了 但如果要再继续这样打下去的话 这个男方拿到几分 二十分的几率会有点小了 对 从年龄上来讲 这个蓝方选手曹亚光也比红方选手大了七岁 二十七岁了 你先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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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 扔了扔了 好拳 下啊 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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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比赛结果 红方胜 祝贺林宏伟 祝贺林宏伟